中共中央政治局 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准 可持续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继续扩大有效投资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增强供应链韧性 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科技政策要加快落地 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实现科技 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发展动力 有效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 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 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